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我们介绍非独立玄关系统的时候 主要是讲后续 前续是怎样呢 前续由于和操控性有关 我们必须要将玄关系统做得很轻 让它回弹快多些时间贴着路面 所以除了重型货车那些商用车辆之外 大部分的商用车的前玄关系统都是独立的 独立玄关系统大致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摇臂式 另外一种就是横摇臂再加支柱式 我们先讲摇臂 上图是一个双摇臂的玄关系统 如果我们上高望下去 这两支摇臂是好像A字那样 所以亦都叫双A臂 留意它的特点就是上下两支摇臂 通常就是一支长一支短 上高一支通常是短一点的 你想想一下如果车身Rolling 转弯的时候受压 这个车轮向上缩的时候 下摇臂由于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走出来的半径是比较大 会令到车轮会产生一个负的傾角 这个负的傾角刚刚抵消了车身傾側角度 得到的结果就是车车和地面 经常都是保持接近垂直 这个对于Handling是非常之好 它都有缺点的 比如说关节比较多 调教复杂 坏的机会也比较多 同时它占的空间是比较大 所以在一些便宜的车 或者投车车本身的Engine Bay 已经没什么位置 如果用双摇臂是未必那么方便的 所以你看到最多的双摇臂 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车 在一些后悬挂那里 双摇臂进一步发展 就再加多些摇臂 令到它的角度控制更好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多年杆 多年杆悬挂的基础是由双摇臂衍生出来的 另外一种就是Transfer Link and Strut 橫摇臂再加支柱 由于是有一个工程师 叫做麦花审发明 所以也叫做麦花审式支柱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遥臂只是一支 很大很粗壮 那盒的上半部 它是会连着一支支柱 那支支柱也做了避震和弹弓的功能 当然个别的设计 那些弹弓是放在其他地方那里 它的结构很简单 可以提供很多空间 尤其是前轮车 它那个传动转向需要很多空间 但是我看看它的动态是怎样 如果车身是Rolling 连杆受压 你会见到它初头开始向上行的时候 车轮会产生一个negative Camber 这个对于操控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当遥臂去到中间 去到水平线 如果再往上压 就出现了相反的现象 就是Camber本来是负的 但是被它拉回来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纯粹以操控性来说 麦花审是比不上双遥的 但是它经济实用简单 提供很多空间 比传动系统和转动系统 所以差不多可以说 对于工程师来说 是前悬挂的至爱 我们再想深一层 刚才说过 两个悬挂系统 它工作的时候 车车的动态是不一样 其实是否引伸到 车身和它之间的相对运动 都是不一样 没错 车体在Rolling的时候 它走出来的轨迹 那个半径 我们叫做Rolling Radius 是比较大的 而麦花审是相对小的 当然如果我们再用这个推论 那些非独立圆系统 会是怎样呢 就会是这样 Rolling Radius更加窄 会更加不舒服 这个Rolling Radius的分野 是令到我们车的动态 产生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原因是大部分的车 前轴和后轴的懸挂 都是不同的 有什么车是同的 货车巴士是同的 货车巴士无论如何 前懸挂它都用非独立的 原因是为什么 你以为它不想很操控的 因为货车和巴士 它装的重量 往往是比自己的车重 还要高几倍 如果前轴和后轴的Rolling Radius 是不同的 你想一想 我想要这样Rolling Radius 前面想要这样Rolling Radius 大家便扭毛巾 这样扭 如果你装了几十吨货 在车架上这样扭 整个车架会扭乱 所以前懸挂和后懸挂 大家的Rolling Radius不同 是驾驶改装 甚至乎如何欣赏一架车里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部分的车前轴和后轴的懸挂系统 的几何都是不同的 大家一起转弯 前面和后面 想走的Rolling Radius都不同 那怎么办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重那边管理 所以大家看那些赛车照片 头车车高速转弯的时候 整天都是尾车隔起的 后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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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很有趣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头文字D》第一集里面 其中一次托海雨中作菜 阿牧就跟他说你车我下山 托海就说可以的,不过你坐后面 阿牧当然不开心,大家这么老友 为什么今晚要我坐后面 托海说不知道,但是今晚下雨 我只是想你坐后面 因为托海知道当路面不够grip的时候 他需要我在后面加重一点 他的驾驶方式是用车尾来转弯的 所以他要将车尾加多一点重量 令到他主宰整个动态 现实生活上当然是最好不要转弯那么多 如果你前和后是不同的话 始终是这样扭,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工程师就在悬挂系统上 就加一件零件,就叫做anti-roll bar,防倾干 目的就是不希望车转弯那么多 anti-roll bar其实是一条很简单的金属光 通常是一个U字形 它和车身之间的安装 就不是死的 它是透过一些杯士和车身之间连接 它是可以移动的 两个车同时向上伸縮 anti-roll bar是不会做事的 但是当一个车向上,一个车向下 anti-roll bar就会叫住 不让你这样做 就得到一个不让你轻側的功效 有了这件事就好像很正 我上下的舒适性又不受影响 左右轻側,你又不让我转弯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理想 有两个缺点 第一,就是舒适性 德国车很喜欢用一些比较硬的anti-roll bar 因为路漂亮又快,高速弯多 但是你看看南欧的车 不是那么喜欢用一些很厉害的anti-roll bar 畢竟两个车瘦高低凹凸的时候 是不会同步的 如果落到一块石头 你会搓得很紧要,是不舒服的 所以那些比较漂亮的车 它就后来发展到一些电子的anti-roll bar 它可以用一个机关 令到它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我们先讲一些普通的anti-roll bar 下图是一个示意图 如果这个车体没有anti-roll bar 它受到Rolling Force 下面就好像转弯的 如果我们用一些机关 用anti-roll bar固定它 不让它这样转弯 那情况就好像这两条弹簧 换了两条硬的东西 它受力,打横推 结果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就是它的重量转异 就会严重了很多 你想想,如果两条硬的 它一路推下去 一路推到最终 就是其中一个离地 这边就吃光了 大家都肯定听过 坊间,头的anti-roll bar 如果太硬,就会推头 尾的anti-roll bar 如果太硬,就会脱尾 是真的 如果我是有一个很粗的anti-roll bar 重量转异这么厉害 就会令到外弯的车 受到很大的压力 有很大的变形 很多人将Tower bar 和anti-roll bar 撈乱了 Tower bar 其实就是一支 横撑,要来撑住 塔顶的两端 有没有效的呢? 其实真的有效的 因为所有的懸掛系统的设计 它是假定车身 没有扭曲来计数的 如果你的车身是扭曲了的话 之前所有的几何 全部都是不成立的 所以如果车价是较弱 我加一条Tower bar上去 的确是帮助到 懸掛系统做事 令到操控性提高 再来我们讲一讲 懸掛系统 经常会遇到 有什么损耗 有什么损坏 有些师傅常常教别人 避震行不行 按一下 这招你不要看它是古老 都真的可以使用 因为懸掛系统 其中一个主要零件 是减震器 吸震筒 这枝如果坏了 就只有一支弹弓 在那裏做事 所以你全力按一下的车 如果它一下弹完之后 立刻停在那裏 就即是说避震做了事 如果两下才停 就真的不一样 如果你三下这样 避震就真的坏了 就是要换的了 但当然了 我们不可以靠这些 这样的 符 fit 要科学化些 懸掛系统 经常会坏的 是什么呢 避震器 常见的就是会 漏油 漏油漏得多 漏了之后 就会出现刚才那种 没有了减震功能 另外会坏的零件 往往就是那些胶 譬如弹功上下的弹功托 或者是那些胶杯士 弹功托烂了 就极极架架 很容易知道 如果尾悬挂的杯士坏了 我们会感觉有少少声 还有最容易看的就是 那条车胎 有一些不尋常的散胎 我们就会估计 是有些杯士 损耗了 如果是前悬挂 就明显一些了 那我们也会感觉到 有声 那条车胎也会散 最明显就是 你操控的时候 有些很怪的感觉 譬如你扭了车 的车 平时会回车 现在你可以用力 才能回到车 又或者 你重复车的时候 无端端 就会拼在一边 那这些 我们都应该检查 这个圆挂系统的杯士 我们说了这么多 圆挂系统 有可能坏的零件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都是跟这些胶件有关 很多人都担心 香港的路况 是不是很差 会弄烂一些圆挂系统 香港的路况 也不算太差 交件的损耗 通常都是跟时间有关 如果大家真的担心 定期找师傅 升高车 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几个交零件 那就放心很多 大家看完我 对圆挂系统的介绍之后 可能已经成为半个专家 以后 你会看到 新的圆挂系统 或者再看看自己的车 都可以估计得到 车的动态会是怎么样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想再跟我讨论一下 再研究一下 欢迎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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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